今天来聊体温 人的体温35度到42度 还可以免强维持生命的这么一个温度犯 现在疫情期间我们经常都会测体温 那我们测出来基本上是35度多 36度多 如果高于37度 那很有可能就是有发烧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发烧 细菌也好 病毒也好 它侵入我们的人体之后呢 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 它派出了很多的白细胞来杀死这些细菌和病菌嘛 发烧它是一个好事情 证明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工作 证明我们是有这个抵抗能力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的病毒会有这么多的死亡率 就是因为它引发了肺部的纤维化 有点像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糖尿病是不致病 并发症它有时候是非常致病 很多科学家就在找我们这次病毒的源头 又找到了蝙蝠身上 那为什么蝙蝠携带这么多奇怪的病菌 然后它自己又没事 蝙蝠体温是40 然后它是哺乳动物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 就是我们哺乳 哺乳动物界唯一的巧处 可以飞上天的就是蝙蝠 是继昆虫 恐龙 鸟类之后唯一可以在天空翱翔的一个扑乳动物 然后呢它体温又是40度 就是说它常年处于一个免疫力常开的一个状态 就像我们人类是属于我们发烧了 生病发烧了 我们才是一个免疫力打开的状态 正常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是属于一个休眠状态 所以它身体里携带了非常多的病菌 而且这个病菌在它这个超高体温下 一直在进化的一个过程中 不小心传染给了病外的扑乳动物 猪啊狗啊羊啊 这些扑乳动物呢 又因为我们要我们人类要吃它们 然后造成了这些动物的病毒传染到我们人身上 或者是我们接触到这些动物 我们人发烧都会不舒服 都会难受 那我们的环境发烧 它也会不舒服也会难受 我们我们找到了这个所谓的蝙蝠 拿它当一个提罪羊 但实际上这个造成这个病毒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为我们人类对这个环境的影响 自工业革命发展开始 温室效应就是我们的二氧氮排放量 每年都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抵增状态 我们每年都会感觉到我们地球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热 那地球它也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范围的 如果它超过这个体温范围它也会生病 那它也会产生它的白细胞来帮它自己治病 病毒的产生也有可能是射线 宇宙射线的变化了 那宇宙射线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地球的射线 那温度它就是一种射线 那温度变化了 它的射线就变化了 这个射线就很有可能导致这些病毒的突变 新病毒的合成 新病毒的产生 或者是新病毒的进化 在我们人类犯错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不会找我们自身的问题 而会找动物 我们就会找蝙蝠来作为一个梯队羊 都要找一个东西去责怪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责怪我们自己 我们生产了非常多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制造了非常多的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就去一趟超市就明白了 你在超市里 你就会发现几排几排的柜子都在卖洗花水 然后挑得你眼花缭乱的 你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洗花水 最明显的一次就是03年的SARS 从19世纪开始 我们有地球的温度的记录以来 03年属于创高温的一个平均温度了 98年02年再一个就是03年的温度 98到03这段时间是一个温度疯狂增长的一个时期 03年SARS那一年光欧洲就热死了2万多人 但是我们都不记得被热死的这些人 我们都只记得SARS 每一年的热浪其实都有热死非常多的人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些 因为我们觉得热吃点冰锅开空调 对我们来说感觉热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我们周围的这些极端天气也好 我们这个又出现了这种病毒也好 它其实都跟我们的环境是息息性关的 上一波病毒来的时候 我们都在家待着工厂停工 刚好也正值过年 大家本来也就是一个休息的时候 工厂停工了 我们车也不在路上跑了 环境也变好了 空气也变新鲜了 北极的臭氧层的空洞也都闭合了 就是一切都感觉要好转了 但是我们突然又开工了 我们又好像回到了病毒来之前的那个状况 每天开车又在路上走着 每天排各种二人花旦的日子 然后他病毒就莫名其妙的又回来了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我们如果只是把问题责怪在蝙蝠身上 这个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解答 而会一遍一遍的重复 一次一次的回来 就是所谓的预言家 可能他也就是跟天气预报一样 他看到了现在的状况 然后可以分析出来之后的问题 下一次病毒什么时候来 可能非常的紧 因为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啊 所以总结就是说 我们人类其实就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病毒 地球的白细胞 想要 对吧 除掉